50岁以后养老要靠这四样比子女更靠谱 您知道是哪四样吗 以前我们总说养儿防老 可现如今养儿防老是越来越难了 到最后养老还得靠这四样 第一就是老伴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姥姥呀得有个老伴 你到医院里去看看 那些老年人生病以后 身边陪护的一般都是老伴 其实儿女他们也会去 去了以后他们把事情安排完了就走了 因为儿女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不可能长期在那陪着你 说句不好听的话 酒病床前还无效子呢 给你端水喂饭拿药的 夫女上厕所的那都是老伴 要么就是护工 你平常在家里生活的时候 给你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的 还得是老伴 所以说请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个老伴 第二就是要有自己的老窝 俗话说得好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其实谁都有儿女 有的儿女在北京天津深圳 甚至有的在国外 都有了自己的家 儿女也让你去 但是咱们去了想不了那个服务 到了人家里大气都不敢喘 虽说是自己儿女的家 可是总感觉是在外人的家里 说话都不敢大声 人家小两口晚上睡得晚 起得也晚 那你这一去 作息时间跟人家根本就没法适应 特别是早上你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 那真是难受 你说你是早点起来吧 弄得叮当响 那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就是人家不说的话 时间长了 你自己都受不了 要摊上一个孝顺的 能给你点好脸色 如果摊上一个不孝顺的 再给你点不好的脸色 那你还能待得下去吗 所以说不管到哪 都不如自己的家 第三个就是一个好身体 你谁也别指望 也指望不上谁 指望了都是百大 生病了 就算有人伺候你 短时间还行 这时间一长 谁都白扯 儿女也好 老伴也好 都会看你不顺眼 那你自己遭嘴不说 还得看人家脸色 所以说要有一个好身体 才更重要 第四 就是能够存点养老钱 就算你的儿子女儿 能挣钱 条件好 你也不能天天 跟孩子伸手要钱 还得花自己的钱 心里才舒坦 刚才说的这四点 大家认同吗 认同的 点个赞吧